欢迎收看111年12月31号星期六的港渡新闻 我是赖昌巴 高雄市跨年演唱会在30号下午进行彩排 嘻哈团体影子计划现场开唱 要让大家看看什么是双面舞台 不少民众早已经在演唱会的前一天到场卡位 野餐店和帐篷通通出来 雅湾未来是演唱会的魅力精彩可奇 正港高雄男孩组成的嘻哈团体影子计划回到高雄开唱 跨年演唱会前一天彩排大公开 成员大方分享自己即将踏上双面舞台的心情 以及如何运用双面舞台来进行表演 首先我们也是第一次尝试这样的舞台 所以我们也是蛮紧张又蛮兴奋的 那我们这次应该会一半的歌曲在一边 另外一半在另外一边 其实准备上面就是我们 因为还没有看到舞台之前都是用想象的 那我们也是用画图 对那我们就要分配好我们 这边的距离到这边的距离 可能大概多久我们要走多长 对主要这个是比较费心的部分 被问到首次登上双面舞台会不会紧张 成员Yellow逗趣的回答让众人哈哈大笑 应该稍微比之前还要紧张一些 怕可能走位跟预期的不太一样 其实访问比较紧张 对现在比较紧张 舞台视野可以达到260度有进行式舞台 跟未来式两个舞台 再加上六座悬吊式灯柱LED荧幕超级震撼 全新的视觉响宴即将登场 今年跨年晚还一个很大的特点 是就是双面的舞台 所以这个对不管是转播单位 或是表演的艺人朋友 也都是一大挑战 跨年演唱会前一天 已经可以看到不少民众铺着野餐店 期待着数小时后的表演 有人甚至搭起帐篷 似乎打算在这过夜 因为我也是昨天经过 然后看一下大家这边的状况 然后就有些人都站位了 然后想说那就也来站个位这样 大概10点多11点第一圈都没了 跨年演唱会的魅力无法挡 想要亲眼目睹双面舞台的样貌 或是感受音响灯光的震撼 来听歌手唱歌 12月31号亚湾未来式演唱会 一起度过跨年晚会 记者曾光佩庄舒婷高雄采访报导 高雄市日前在时代大道 举行大气球游行 许多家长带着孩子来共襄盛举 可爱的大气球一个接一个让孩子们开得好开心 但没有想到其中的Open醬竟然飞走了 突如其来的画面在网路上流传 也让业者抓到了商机 重现经典画面翻映在文创小物上贩售 让民众直呼好聪明 还记得这个经典画面吗 日前在高雄时代大道举行大气球游行 没想到入夜后Open醬在寒风中起航 独自在空中飞高高 影片一放上网路立刻引来热议 还有网友Kuso表示Open醬下班了 搞笑的解释也让这一瞬间 深深刻印在市民朋友的脑海中 企业抓住机会发挥创意 重现起飞的Open醬 将它印制在除职的卡片和抱枕上贩售 许多民众看到了也笑开怀 觉得很有意思 聪明啊 就是懂得利用这件事情来做一些 厉害的行销 然后一些Kuso 恶搞 可能网友对这方面也会 比较满喜欢的 就是这个气球飞走的这个世界 然后把它做成这个 觉得很有趣 对 然后也很有商机 还蛮可爱的 然后又这么大一点 蓝色侧面罩 粉色双人飞行 紫色背影 将真实场景360度 翻映在疗愈小物上 让民众直呼好可爱 也有人表示认为这个富含 纪念性的商品一定会热销 我会啊 就台湾人就可能买 一个买就一起买 一起预购 我觉得很有商机 然后也觉得很有趣 会想要购买 大气球游行虽然结束了 但因为Open奖的脱序演出 让话题至今还在燃烧 企业发挥创意 留住经典的一瞬间 让大气球飞到你我的心坎里 记者邱玉婷 关梦如高雄报道 交通部于道安说明会公布 111年1到10月份交通事故的情况 并且提出了中央和地方 共同努力的五措施和三方向 高雄市政府全力响应 持续以超速闯红灯 未佩戴安全帽为违规取缔的重点 推动各项事故防治作业 交通部设定A1与30日 死亡事故两种检讨模式 高雄市现以A1事故检讨为主轴 短期先降低事故严重度高的A1事故 其对策包含精准执法 高龄者扩大宣导 酒驾取缔加盐 以及大型车源头管理等 至12月27日子 A1事故172人 较去年同期减少13人7% 高雄市的A1 就是24小时内因车或死亡的人数 到昨日的统计为止 目前是172人 较去年同期是减少了13人 那在A2就是受伤的案件的部分 就是全年的部分到目前是减少4.7% 那在探究整个高雄市的商用事故的部分 大家清楚我们是一个港都的城市 所以也因此我们有大车的比例也比较高 我们登记在四辖的部分的大车 就有两万五千台这么多 还包含其他县市会往高雄港去的一个车流 也是很多 那另外在治理面积的部分 我们几乎是一个台北市 三个台北市加一个新北市这么大 所以高雄的治理的范围非常广阔 那也因此在大陆交通事故上 安全的管理上就比较辛苦 但也十分的重要 市府道安汇报指出 各局处今年有多项创新作为 共同提升道路安全 包含交通局警察局 推动首长易造势地点会刊 民政局金发局 协助推动市场扫街交安宣导 劳工局结合劳动机场宣导道安 交易局结合开学季宣导道安 并请警察局于加强违规取缔等 那也跟各位市民报告 共同市做了 在道安交通事故上做了很多努力 针对高零者部分 我们跟社会局跟民政局来合作 我们深入下乡 跟驱公所会到老人的活动中心 或是他们的共造中心来做宣讲 跟提醒那些社区有什么要注意 那在大车的部分 我们今年跟其他县市不一样 我们是跟劳动局联合的劳检 所以说当你大车出事故的话 我们认为它不是只有单一事件 可能是公司管理上有一些惩合 所以玩家劳工局也特别去这个公司 来了解公他们在派工上 或是在安全教育上 可能有什么作为 交通局指出 112年高雄将持续加强 核心族群高风险行为交安宣导 依照市地点改善会刊 推动未停让行人违规取缔 依照市地点研移增设科技执法设备 民众参与等试衣手段 超美年史上事故下降的目标努力 记者李政道高雄报导 接下来是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2023高雄跨年除了时代大道上 有双面舞台之外 在亚湾区还将释放180秒的高空焰火 吸引大批人潮争相目睹 为了避免踩踏事件发生 高雄捷运警察队积极部署人力 并且针对了轻轨C3和C6站 以及捷运凯旋站 加强重点巡逻和交通管制 以维护跨年活动的安全 紧接着就是民众最期待的跨年夜了 也是疫情解封以来的第一个大型活动 预计会有大批民众来参与 因应庞大人流 为了避免有类似韩国离太院的 大型踩踏事件发生 市府规划了完善的交通措施 以及增设警力来维持活动安全 大家在整个不管是进场或者是疏散的时候 都能够注意到自身的安全 听从相关的包括交通局跟警察局的 动线的安排跟指挥 也不要紧张 预估参加梦时代跨年晚会的人潮 会涌入轻轨C3和C6站 以及捷运开旋站 高雄捷运警察队也积极调度和布设警力 来加强巡逻和交通管制 因为参与人数中多 加上韩国离太院踩踏事件 那市府有规划完善的管制措施局运输计划 本队除全员出勤外 令还有申请资源警力40名 总共使用警力约100人 为了避免人挤人的爆满情况发生 梦时代周围的轻轨站点 在重要时刻也会限制搭乘 有效疏导人流 也可以降低因为人潮导致交通瘫痪的几率 为提供民众参加12月31日梦时代跨年 即1月1日高流营新年 最佳大众运输服务 两场活动高雄捷运及轻轨均均延长营运时间 12月31日即1月1日 高雄捷运延长营运至1日凌晨2点 高雄轻轨延长营运时间至1日凌晨1点30分 高雄轻轨12月31日当日下午5点起至营运结束时间止 轻轨C4凯旋中华站及C5梦时代站 均不开放旅客上下车 仅提供车辆暂停充电 精彩的跨年晚会势必会吸引全台各地的民众来到高雄参与 当然是自身安全非常重要 市府也积极做好准备 更呼吁民众遵守规则 让活动可以更加顺利 记者邱玉婷 关梦如高雄报道 随着年关将近 许多产业也开始忙碌起来 高雄市劳工局提前启动春安劳检 即日起针对锁定的高风险行业和特定作业场所 实施超过700场次的密集督导 针对了违规业者除了开罚 还可能会勒令停工 高雄今年比中央还要提早一周的时间提前启动春安劳检 即日起到隔年2月5号 预计至少会执行超过700场的劳动检查 尤其将特别锁定高风险的作业场所 好 在税末的之际 各行各业都会有赶工的一个行为 那很多执灾的发生都是在赶工之下 不注意没有照SOP来执行 就会造成执灾的发生 那基本上我们是目前锁定一些 比较高风险的一个作业 制造业的工厂来进行劳检 今年高雄跨年夜将打造史无前例的双面舞台 劳工局也预计会派原道场 击合舞台的搭设过程 确保作业现场安全 当然我们目前还是滚落坠落赶电 而且在高空作业这种的类型 是作为主要的击查的一个对象 那像春安期间的话 春节期间的话 很多大型舞台的搭设的话 我们的劳检员一定会到现场去做 相关的一个劳动检查的击合 为了独促业者遵守相关的职安规定 劳工局强调将会以严查重罚为原则 来执行这次的春安劳检 业者如果有违反相关规定 那职业安全卫生法的规定 是从3万到30万之间 我们会进行裁划 那基本上我们都会采取 比较严格的方式来进行裁划 年关将近许多产业 也忙着赶工拼业绩 高雄劳检提前起跑 要确保劳工朋友们平安过好年 记者萧怡轩 苏宇文高雄报道 高雄智慧渡轮正式起航 不仅船只外形可爱度破表 引发热议 高雄市轮船公司更表示 后船市也正在进行全面的改造 崭新的面貌即将登场 请民众期待一下 超可爱是努比造型亮相 吸睛度破表 亚湾智慧观光度轮正式起航 不仅有新航线 更导入了智慧窗屏导览系统 展现港督的智慧能量 但不只船只特别 还有彩蛋在等着市民朋友 来趟海上之旅 全新后船市将在年底登场 很大的气球 但里面我们的构想就是 会有拼云绝种的动物 譬如说一个气球 里面到底是放一只 还是放两只这样子 让小朋友来看了 这些动物是什么动物 不仅将大幅装饰 轮渡站后船市 轮船公司董事长黄淑梅 还秀出来自关注 濒临绝种动物议题的团队设计 后船市将会摆上许多动物 看板和濒临绝种的动物娃娃 让等船的民众可以透过 这些设计物件关心重要议题 也能丰富民众的后船体验 先透露一些 就是大家请期待我们的后船市 后船市我们也跟窝窝合作 那窝窝是一个 就是照顾拼绝种的动物的 所以我们在未来的后船市 也会有 譬如说石狐 或者马来摸 等这些拼绝种动物 一一的会在后船市出现 高雄轮船公司 在推动海上观光上不遗余力 未来将以主题性的方式来行销 这次开先例 以可爱的史努比造型登场 轮船公司在取得授权上费了很大的心力 授权时间也将在明年八月终止 更让人期待未来的新主题 本次新航线每日都有班次 轮船公司董事长黄淑美表示 希望透过逐步开发其他的新航线 包括串联大港舱 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等 打造海上计程车 吸引更多的民众一起来搭船 记者黄关伟 光孟如高雄报导 疫情趋缓之后 国内涌入不少外国的观光人潮 吹动传统部落观光的黄岐蔚 希望透过在地的深度导览 让外国朋友能够亲自走访高雄的大街小巷 了解高雄特色的饮食文化和信仰 更加强介绍高雄的传产职人 要让在地的传统文化能够长久保留 将世代的点滴持续地传承下去 一行人搭着豪华客轮畅游高雄港区 边吃边喝边听故事 让旅客开心出游之中 也了解到高雄的文化历史 前两年因为疫情重创观光产业 无法出国的情况之下 也让外国人没办法到台湾观光 在疫情趋缓国境开放之后 台湾重新与国际接轨 齐伟想要透过在地导览 让远道而来的外国朋友 实际走访高雄的大街小巷 更计划团队增加专属的英文和日文的导览员 让来自国外的朋友也能更加深入地看看这一个美丽城市 疫情的期间我觉得我是很幸运的 就是因为我做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导览路线 所以很多的人想要做更深入的旅游 就会来找我们 那以后呢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就是 我们别很久了 最近有没有看到大家都往日本去 很多的朋友都在日本 那当然国外的旅客也一样 他们也蠢蠢欲动想要来台湾了 高雄有许多热门的观光景点 然而齐伟更希望能用自己的力量 透过游城体验 让参与者跟当地产生深刻的专属连结 用更有温度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高雄这个地方 保留传统产业 让过往的点点滴滴有人继续喜欢 也能持续传承到下一个世代 我们会希望就是 把高雄的很多的有趣的人事物分享给大家 那比如说就是 我们不再是像去到博厄或者是知名的观光景点 我们希望就是带大家去认识老社区的这些职人或店家 然后让他们更对这个地方有感情 因为这些的店家他会跟你做互动 他会跟你说很多有趣的事情 然后你就会对这个地方产生了感情 然后你就会再次的回来 疫情过后的台湾与世界接轨 透过在地导览的深入介绍 将传统的人事物一一凸显出来 也让外国旅客亲身体验和了解 这一个因港而生的海洋城市 记者高雄综合报道 总统蔡英文日前宣布 2024年起将恢复一年期的义务役 并且强化相关的配套措施 包括增强训练内容 以及提高役男的薪资等等 对此立法委员许志杰表示 延长兵役势必会得罪年轻族群 但这也是一个无奈的选择 总统蔡英文近日抛出震撼弹 宣布2024年1月1号起 针对民国94年后出身的义男 服役时间将恢复为一年期 并强化训练内容以提升国防战力 近来台海局势变化剧烈 对于这次拍板兵役延长 绿营立伟多乐观集成 对外遇到共产国家要侵略我们 我们也要有足够的能力 就是说我其实是足够的准备 我不是要跟你打仗 而是要嚇阻你 不能来侵犯我 此次新制也包含了提升义男薪资 以二兵为力薪资将大幅提高到 26307元 但绿营九合一大选惨败 目前正处于需要重新争取 选民认同的时刻 立委也直言拍板兵役延长 势必将得罪年轻选民 延长兵役一定会得罪年轻族群 但是我们其实就是想一想 到底国家安全比较重要 还是说我们就是国家安全我都不管 这就是一个很无奈的选择 未来义务役服役时间将大幅延长三倍 议员也呼吁国防部务必好好规划训练内容 不要让年轻人觉得白白浪费时间 以前台湾的当两年兵 会让年轻人觉得我浪费时间 会让年轻人觉得在里面就是混 那这样子一个角度当然是不好的 那怎么让就是 其实两年跟一年的差别 就是我们就是把两年的时间缩短 然后把训练做实在 中国在八月军演后对台湾的文攻武嚇持续升温 蔡英文在年末之际拍版兵役新制 强化军事量能要增加台湾的自保能力 记者邱玉婷 苏宇文 高雄报道 高雄市社会局启动辅导街友就业创新方案 培训街友参加餐食技能训练课程 并且实际开着餐车到各个机构提供免费的点心 透过实作的过程培养一技之长 并且建立自信心 帮助他们能够在有朝一日自力更生 摆脱人生低潮 在烤箱前弯下身细心确认食材的烹调情况 正忙碌坐着餐点的他们其实全都是街友 在社会局的帮助下 开着可爱公仔造型的公益餐车 出现在若是儿哨以及老人日照中心等据典 提供免费餐点做爱心的同时 也增加了面对职场的信心 因为现在我们这种年龄要找工作是比较不好找 有时做这种吃的 可能会帮助我们到社会去工作时有一点帮助 社会局今年开始推出辅导街友就业的创新方案 特别请来业者教导街友从事餐饮业所需的相关技能 藉由训练课程让他们获得一技之长 也在接待客人的过程中学习如何融入社区 课程训练完之后 那他们就会有实际的去跑这个餐车的服务 那就是说因为我们就目前今年的这个经验 就是发现说他们其实在跑餐车的时候 他们有很多自信心的提升 那其实我们之前已经有两位已经 透过餐车的这个出勤之后 有已经在工作也已经自立了 那目前我们现在现阶段也有一位 就是一位女性的这个工作者 她现在也有已经稳定就业 熟练的在吐司上铺上满满馅料 曾经在街上漂泊的他们如今在社会局的帮助下 找到了新的人生方向 那对街友如果她想要改变她的生活 然后或者是她要自力更生 有一个提供的一个就业的机会 那我们其实也欢迎就是有这样的需求 她也觉得这个有符合她的一些人生规划 那就可以跟我们社会局来联络 参与计划的街友们在小小的餐车周围 忙碌的作者手上的工作 虽然这里只是他们在正式踏入职场前的中继站 但却是帮助他们摆脱人生低潮的重要一步 记者笑意圈苏宇文高雄报道 曾经是人挤人的新绝江商圈 现在即便是假日人潮也是零零散散的 当地的里长就表示 因为人流少了 涂鸦客就变多了 新绝江商圈现在竟然变成了涂鸦天堂 里长希望政府的相关单位 能够透过商圈整体再造 让新绝江商圈再复苏 带动地方的信商机 歇叶影城外墙被涂鸦客给盯上 画上意义不明的超大英文字母 周围刚换上新装的狼柱也难逃一劫 高雄市新绝江商圈已经成为涂鸦天堂 涂鸦的问题其实已经很久了 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嘛 没有人潮 所以涂鸦客他会看说 这间可能没有做生意 可能没有住人 他就涂鸦上去因为不一定会有人追究 像那边奥斯卡他前阵子搬走了 那边就变成网路上说的什么涂鸦客的天堂 就是会大家会乱涂 然后其实这个东西 警方也很积极的去抓 可是抓到的话 屋主如果不提高 或者是商家他不对他做提高 那其实是没有效果的 不仅四处可见街头涂鸦 房屋出租的告示牌也是走几 陆路就看到 当地里长当权人陈敏福表示 虽然市府积极推动商权复苏 包括鼓励青年朋友来到这里创业活化商机 但随着民众消费习惯改变 目前的政策上未能挽救没落的商权经济 但是其实实质的效益不高 为什么 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 真的就没有人来 你要怎么 谁会来这里设店 对不对 然后我觉得市府能够做的是 改善我们的消费的环境 你看就是他整个店都没有人的时候 就会有摩托车的乱象 因为外面要收费 所以里面不用收费 大家乱停就好了 为什么要停在外面给人家收费 然后逛街的地板也是 很多是有洞的 那些是我们自己新绝江商圈要处理的 可是我觉得市府应该也要来帮忙处理 陈敏夫也呼吁市府看见商圈整体规划的需求 从观光环境的细节着手 包含路数整理地板铺设的问题等等 才能提升民众对新绝江商圈的好感度 就是还有这个路数的问题啊 你看这样这一整排都是卖吃的 东西拿出来 结果鸟屎都滴下来 原本期待以后能重新启动商圈经济 但目前看来因为以后观光选择更多了 新绝江商圈的景气仍然低迷 希望透过整体再造有机会带动新的商机 记者邱玉婷 关孟如高雄报道 红豆绿豆放久了 不好吃了丢掉又太可惜 左营区新上社区关怀据点的志工 就收集这些过期的白米蔬菜种子 来教党长辈做种子拼图 在纸盘上将这些豆子种子粘成一只鱼 象征五股丰收年年有余 也让长辈首脑并用延缓老化 这个是白米哦 我们现在要放在白苍鱼的头部哦 来 我们来放一下 志工将白米红豆绿豆还有蔬菜的种子 一一拿给长辈要做种子拼图 先在纸盘上沿着事先画好的鱼外形 涂上一些白胶 再把蔬菜种子撒下去 抖一抖鱼的外形就出来了 这种好不好做也会不会很困难 不会 可是这种豆都很小呢 不要紧啊 就很像啊 就很漂亮了 长辈啊 动动脑 才不会 这个脑 脑部催化 这个长辈啊 有意的健康活动 很棒 接着再把颜色深浅不一的豆子 放在鱼的头部身体和尾巴 一样用白胶粘起来 漏掉没有粘好的 长辈可以用手拿起豆子把它补好 红豆绿豆放的位置也可以不一样 长辈也可以大胆地发挥创意 做出不一样的鱼 红豆是尾巴 绿豆是它的中间 我会给我们师子说 年年有余来了 还可以吧 年年有余 打几分 差不多98分 种子有菜的种子 还有我们的白米 还有我们的薏仁 绿豆跟红豆 那还有我们的咖啡豆 是我们的眼睛 这样做出来 长辈回去就会很开心 而且有可以让他们动动手 这些豆子和米都是放久了 煮不烂 或者煮起来不好吃 丢掉太可惜 志工才发想模仿沙画的画法 收集这些颜色深浅不一的五股杂粮 还有蔬菜种子 做成创意拼图 可以加强长辈对这些豆子的认知能力 也训练手指的小肌肉和发挥创意能力 这个部分可以训练长辈的认知 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什么的种子 所以是认知 然后还有帮助他们的小肌肉 因为他们会用种子去把鱼给放 把那个种子把鱼的身体给架构出来 所以可以让他们训练他们的手部的小肌肉 一些可以煮来吃的豆子 如果放太久的话也会 就太干燥 它会不好煮 比较不容易煮开 他们就想要说 这个可以让长辈来练习 就手眼线条 他把那个豆子 透过手指的运动 手指的肌肉运动 然后把它粘成一幅画 在长辈动手动脑之下 一张张象征年年有余的鱼完成了 而且是用各种不同的豆子种子拼成的 更有五股丰收的寓意 长辈们都很开心 又完成一项创意的作品 记者赖昌邦高雄报导 热狗宝是大家印象中的 美式街头小吃 在高雄延城第一公有市场的入口处 有一间专门卖热狗宝的摊位 老板运用各种创意 让热狗宝再进化 不仅是好吃 更又有趣和好玩 到底跟一般的热狗宝有什么不同呢 快跟着我们一起去看看 来到延城第一公有市场 在入口处有个充满美式街头风情的摊位 老板阿七正在熟练地制作热狗宝 原本摊位是开在年轻人聚集的新绝江 是什么原因让阿七来到延衣市场呢 其实在那个延衣市场 他们在改建之前 其实我就有来参加过这边的活动 蛮喜欢这边的氛围 对 然后喜欢这边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想要来这边卖热狗宝这样子 基本上每次料理我都喜欢 对 然后就是比起汉堡的话 我会觉得说热狗宝会比较有兴趣 对 其实我会想要把热狗宝 看可不可以加一些有趣的元素进去 然后来让大家来吃看看 这样 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情 面包 热狗和酱料 是组成热狗宝的基本要素 要怎么在这个基础上玩出新花样 就是阿七努力追求的目标 其中有一样 从名称就很有效果的品项 不仅很吸睛 就算吃的时候 有点不知道怎么下口 也会很想挑战它 其实我很想要就是 多做一些不同的尝试 一些有趣的元素加到热狗里面 然后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热狗原来也可以这样子做 而不是我们传统印象中的那种大横宝 对 然后这是我们这间店最大的特色 就是说我们会一直把有趣的元素融入进去 对 而不单单只是一个 可能就是一个热狗宝这样子 对 我有40公分 我是点40公分 他每次去餐车 我排到的时候都卖完了 对啊 所以就是刚好 盐城有定点 我就专程过来吃 因为它跟一般外面的真的差很多 因为外面都是像短短的热狗宝 它这个很特别 很好吃 我觉得跟那个那种超伤的比起来 它的热狗就是比较有口感 比较脆 它的肉酱其实也特别好吃 它搭起来的话那种酸酸甜甜 真的很棒 不只好玩更要好吃 除了40公分超长热狗宝 另一样点单率也很高的培根起司口味 再煎到焦香酥脆的培根上 铺上满满起司 再用火枪烘烤融化后放到面包上 这奔流而下的起司瀑布 让人忍不住想要赶快大咬一口 来品尝它的美味 大家对热狗宝的印象 一定都是从大亨宝开始 对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那我有没有办法去 颠覆热狗宝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所以我才会就是会做出那个 我有40公分这个热狗 这个口味出来 故意要让客人没办法下手 就是好玩 因为其实 基本上我的热狗宝里面 都会有我们自己调制的肉酱 其实也是我有去挑选过 因为像我们一般 比如说去外面吃的一些起司口味的话 它可能单纯只是用温度 去把它做一个融解的动作 那我会想说既然我们 如果既然要吃 那我们就要吃好吃一点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一个 更高的温度去把它融掉 然后顺便会有一个酥脆的感觉 加上铁板的一个融合 对 然后这样的话就变成说 客人可以吃得到不一样的口感 而不是只有单一口感 阿琪的拿手好料不止这两种 还有更多意想不到的滋味 等您下次来研成第一公有市场 记得把味腾出一点空间 亲身感受这些创意热狗宝 带来的美味冲击吧 记者萧一轩 蔡宜文 高雄报导 想要掌握最在地的即时讯息 除了准时收看港都新闻之外 也可以搜寻高雄都会台 YouTube频道 或FB粉丝团 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 就不会错过了 接着提供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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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这次拿下来 保险让你没得到威활 真厉害啊 今天考一轧 就算够哥评的阿隼 switching也可以 三回啊 现在是要怎么做啊 嗨 阿姨别担心 接获来路不明的简讯通知 请先向您的银行求证 或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询问 也可上到麦个盆 或台湾事实查核中心网站查询 千万不要因为一时心急 随意点选连结 或填写个人资料 才能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来 记记记 今儿准十罐而已 卡丝万斗你可笑不 哇 这样这罐油啊 甘糖吗 阿姨 不要随便买来路不明的药品 做好防御措施才是根本之道 终结假讯息 要心存怀疑 防诈骗从你我做起 有白有不必 阿嬷 你说啥 你看 这是我们热林群组 传来的台风路径图